国民党基隆市市长党内初选工作今天启动 今天是党内初选领表的第一天 包括前立委何胜龙、林佩祥博士、议长黄景泰 以及市议员韩良琪 四个人都在今天完成党内初选的领表工作 国民党基隆市市长党内初选工作启动 第一天到下午四点截止领表时间前 完成领表的总共有四个人 依照领表前后顺序 分别是前立委何胜龙 林佩祥博士、议长黄景泰 以及市议员韩良琪 每个人参选的理念都希望让基隆市民过得更好 让市政建设更进步 希望能够为基隆重新创造百年的繁荣 创造更多的商机 为基隆的劳工创造两万个工作机会 这是我念之在之 希望去努力的方向 那我去年有邀请大同公司的董事长 来拜会张市长 我希望他们就上市货柜 来开发成软体科学园区 那么就可以创造一万个工作机会 如果是大同大学 迁到基隆的话呢 那也少说两千个工作机会 我会的就是我要让港市合并发展 一起共同竞争 共同向对外向全球来做拓张 我要做的就是把光光再推动起来 用山 用山 海 两边的资源 然后把基隆打造成一个新的 跟原往 跟以往不一样的港督 这是我最大的证件 让基隆因为港 而没落也因为港的转型 而重新再次重返辉煌 对整个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我们希望带给基隆市民 高兴快乐幸福 所以在这段期间 景泰一直非常努力 来举办我们黄色小鸭快乐基隆 我们希望快乐基隆的氛围 能够带给幸福 带给未来 让我们所有市民朋友快乐基隆 看见幸福 看见未来 让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快乐幸福 让人民充满未来的宜居城市 依照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党内初选办法和规定 领表的时间 明天还有一天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吴俊松采访报导 将公司其例行 潮温 谢谢大家